二度以证人身份 蔡碧如在踏进北检谈科案 约谈前蔡碧如什么话都不说 那结束后呢 会不会像创党党员朱慧荣一样 上节目全说了 最近朱慧荣凭在政论节目上 分享日前北检约谈内容 他说检方手上资料多且齐全 还有不知自己名字被列在其中的文件 另外检察官也讲了些让他难过的事 他是当场掉泪 还问检察官柯文哲什么时候变了 一连串打击 也让朱慧荣在节目上感叹 柯文哲死定了 只是现在也因为这段发言 朱慧荣被检举党中央要约谈 上面没有电话号码 没有联络人 我觉得这样是一件非常 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而且非常的没有纪律 他说这个才叫政治迫害 不满程序瑕疵且临时通知 朱慧荣第一时间更扬言 要拉着编号005的先生 跟004的自己一起退档 是不是因为这个号码 100号以前的大概都这样处理 还是10号5号以前的都这样处理 这是在暗算不是创党党员的 陈志涵赶尽杀绝吗 因为看看朱慧荣脸书 质疑中评会的约谈 难道只凭陈志涵的说辞 或者是 党中央则回应一切都是按规定 且否认一言堂指控 而是隔一晚带着 KP徽章的朱慧荣退党之意 似乎也没那么坚定 不急啦 不急 他们一定是疏忽了 TV日新闻 李国圈秋安柔 台湾报道